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型 据电报频道瓦内克报道 6月20日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热烈维扬卡附近 用反坦克导弹击败了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坦克联名 俄军返回派特科哈特的尝试失败了 6月21日 俄罗斯军方试图在坦克攻击的帮助下 返回派特科哈特 但在远处被乌军反坦克导弹摧毁 俄罗斯军队的部队试图夺回前线 扎波罗热方向的派特科哈特村 将几个坦克联从热烈维扬卡村方向投入战斗 然而 俄罗斯部队被乌军第128旅的士兵 用反坦克导弹击败 瓦内克电报频道指出 俄罗斯坦克部队被击败的视频 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在网络上 热烈维扬机距离派特科哈特村仅一公里 位于通往瓦西里耶夫卡的路上 从内里向南通往梅里托布尔的直通公路 俄罗斯军事宣传人员称 派特科哈特的解放 是乌韩军队在前线南部方向取得的巨大成功 早些时候 乌克兰捍卫者展示了被解放的 派特科哈特的镜头 自本月初开始 乌军开启了大反攻模式 从过去两周的测试情况来看 乌军接下来非常有可能 从扎布罗尔方向强行突破 俄58军的防线挺进马里乌布尔 从而截断克里米亚的路上走廊 如果乌军在实现了上述目标的基础上 炸毁可耻大小 困守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左岸的俄军 将如何应对 光荣的战斗到最后一人 投降还是成为筹码 俄军如果不想全员欲碎 死守覆灭的话那只能从海上撤退 现在乌冬战场俄军对乌军的优势在于 人员和装备数量 当下的关键是 乌军何时夺战托克马克以及梅里托布尔 只要夺战两地 俄军前后走的交通线就会全面断绝崩盘了 乌安总统在连斯基称 乌军进攻并不容易 因为俄罗斯在战线上布置了大量地雷 大雄认为乌军在此次反攻中表现得不错 本次反攻 俄军吸取了上次赫尔松的教训 从国内调来大量的炮灰充实各条战线 甚至不惜炸掉大坝来阻止乌军进攻 同时布设了大量的地雷来迟滞乌军的进攻 所以乌军很难复刻195大飙车 但目前的形势来看 乌军还是有优势的 加布罗尔的方向就这么慢慢的推 不断的挤压要不了多久 最慢一个月也能推到海边 目前看来西战场是最有力的 未来几天很可能率先突破战线 如果想快点就要冒险 赫尔松大水逐渐退去 地面已经允许大部队通行了 这是一箭穿心的绝招 不知道乌军有没有兴趣 从辛卡呼呼卡直查梅里托布尔 彻底打散58级军的防线 斯特列克夫为什么说 俄军失掉了所有主动权 因为现在战略上进攻的是乌军 而不是俄军 俄军的进攻战略上看也是防御 俄罗斯方面的战略就是 能拖一天是一天以拖待变 未来大概率会放弃掉 离本土最远的南部赫尔松 甚至克里米亚 全面的退守半个扎布尔热 卢干斯克和顿尼茨克 首先是克里米亚地区 25里昨天消灭了几十辆俄军坦克 装甲车之后 气势汹汹的俄军反攻减弱了 很快这条战线又将归于平静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俄军为什么在这发动反攻 以攻带手怕乌军在这进攻 看看能不能打乱乌军的节奏 同在这一方向 据说俄军向利曼方向前进了不到百米 顿尼茨克方向 俄军在阿夫迪弗卡和马林卡发动了反攻 马林卡取得了十米左右的进展 阿夫迪弗卡被打了回去 乌军现有的武器里最缺的还是风暴阴影和海马斯 钢羽弹 这两样东西 钢羽弹是对付战壕战的利器 更多的远程导弹 可以最大程度的打击俄军的兵力集结地 不让俄军像现在这样顺着铁路可以集中兵力 相信盟国会加大援助的 至于克里米亚地区 那可谓是相当热闹 一来说当地由于水源污染传染病横行 二来是当地游击队再次出手 炸毁了铁路 俄罗斯战场方面 莫斯科又着火了 自由俄罗斯军团几乎在比尔格罗德扎下根了 过去一个星期六架卡瓦尔被击落 昨天乌军又击落一架米二斯 另外过去24小时 乌克兰国防军消灭了32套俄军火炮系统 创下了记录了 这让地宝老人心痛不已 再来看看战场以外的消息 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消息显示 加布罗热 核电站冷却水池已经干了 俄罗斯人甚至在核电站内埋上了炸药 关于核电站 大雄认为丢掉幻想 直接派空降兵夺回来 现在不是俄军敢不敢炸的问题 就算俄军不敢炸核电站 在俄军手里也很难说不出意外 昨天 五角大楼消息 美国与雷神公司签了一份合同 让雷神公司为其生产1500到3000枚的AM120导弹 该导弹是美国最好的空对空导弹 也可以地对空发射 这批导弹进入乌克兰 一来为F-16做准备 二来可以当作防空导弹使用 同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加入战斗机联盟后 打算在罗马尼亚建立培训基地 培训乌军飞行员开F-16 据说正在准备中 最近有记者采访正在受训的乌军飞行员 乌军飞行员称 米29是本田雅阁F-16是新款大奔 大雄希望下回采访下瑞典受训的乌军 让他们谈谈英式战斗机怎么样 毕竟那是一款很神秘的战斗机 节目最后 我们看看乌克兰战后重建会议 都说了些什么内容 21日乌重建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 美国宣布提供13亿美元的额外财政援助 英国宣布提供3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 3.05亿美元的援助 3.18亿美元投资 欧盟宣布提供546亿美元财政的援助 来自38个国家的400多家企业签约 参与乌克兰重建 在此次援乌重建会议上 布林肯说了一句大实话 除了各国对乌克兰的帮助之外 俄将承担乌重建的最终成本 战争打到现在 绥靖政策引发二战的历史教训 绝不能再犯了 绝不能让侵略者肆意侵略他股 否则后患无穷 拿破仑的野心越来越大 希特勒东条英机的野心也越来越大 侵略者一旦得到甜头就杀不住车了 必须将侵略者的野心扼杀在力量微弱时 2008年俄罗斯侵略格鲁吉亚 占领了南奥塞地和阿布哈兹 2014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占领了克里米亚 但贪婪的俄罗斯又引发了顿巴斯战争 俄罗斯对外侵略的顺利 让其野心开始膨胀 利用谎言欺骗世界 2022年美国示警俄罗斯准备攻打乌克兰史 俄罗斯还信誓旦旦地说 俄罗斯是最爱和平的国家 说俄罗斯准备攻打乌克兰的 只有缺德的风策 几天后2022年2月24日 俄罗斯就食言了 一场预谋已久的入侵开始了 20万俄军直接杀身乌克兰首都基辅 媒体也跟着造势钢铁洪流 一小时22分一战封神闪电战 跟着俄媒又宣传泽连斯基卷款逃跑 后来被戏称泽连斯基欺进欺出 事实与俄媒完全相反 美国劝泽连斯基逃跑 泽连斯基却说 我需要的是弹药而不是搭车 后来泽连斯基在美国演讲时更加的硬性 面对美国的软弱与绥静 泽连斯基演讲时直接说 别忘了珍珠港 泽连斯基不仅从美国顺利要到了军援 从偷袭珍珠港的霓虹那儿 也顺利的要到了援助 国家存亡之客 泽连斯基率领乌克兰人 保家卫国是真英雄 泽连斯基一手外交出神入霸 让贫穷弱小的乌克兰在国际上大放异彩 二战时 法国政府投降的人是谁 还有几人知道这些人的名字 永不投降 丘吉尔至今仍被世人尊为二战英雄